根据泰国Gasso的报道指出 上周一位名叫做Datoy的游民 引来了泰国社群媒体的关注 Datoy生前将他所有的积蓄 都捐给了一间位于 泰国华富利府的寺庙 脸书的用户Gatisa Soti 分享了Datoy的善举 帖文中他写道 Datoy生前年事已高 且常在超商前乞讨 他常出现在华富利府的 斑米县乞讨 还会捡垃圾为生 纵使他的生活非常困苦 但Datoy还是存了一些钱 临终前他交代亲戚 把他存的钱全数捐给寺庙 根据一站的报道指出 泰国僧人数一数铜板之后 发现Datoy的捐款 高达台币约7万块钱 Soti的贴文已累积 19,000次的分享 许多网友都赞扬Datoy的善举 虽然他已经过世了 但相信他的善良 不会因此被遗忘 希望Datoy能够入土为安